今天要跟大家进入到系统神学人论的第15堂 我们要谈到亚当之约 从历史的角度以及从系统神学的角度 跟大家来谈这个课题 有些人认为说这个约的神学 它其实是比较后期才出来的 他说在古代在初期教会的时候 在中世纪的教会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这样子约的 一直到西敏信条里面才开始提到他 然而其实圣约神学它的根基要深的很多 我们可以回到早期教会的时候 我们来议识来学习一下 来看看他有没有约这样子的概念 早期的基督教神学家 在理解亚当在堕落之前的状况 他方式与工作之约的重要内容是很一致的 爱任牛他承认 他讲有一个跨越历史的律法之约 他的基础是上帝不变的意志的自然戒律 他把这些戒律放在人性当中 以便人通过顺从来在荣耀当中享受与上帝的关系 亚当因为他不顺从就堕落 然后破坏了上帝的形象 但是基督是亚当的在线来拯救我们 然后当然还有这个Jeremy 还有亚利桑大的Cilia 他也同样他们解释了和西亚书的六章契节 把以色列的罪看作是亚当的毁约 早在阿古斯丁的时候 上帝就以明确的形式出现了在堕落之前跟亚当立约的这个教义当中 他说因为与第一个人所立的一个约是这样子 如果亚当愿意继续下去 他就会得到祝福的回报 而生命术呢 阿古斯丁看它是一个标志 那针对柏拉旧派阿古斯丁 他就说亚当代表全人类 所以所有的人和孩子都在那一个所有人都犯了罪的人身上 他们一同违背了上帝的约 当然这个所说的人就是亚当 亚当代表所有的人类犯罪了 虽然亚当的约可能不是中世纪生学家们 他们明确处理的这个主题 但是这个概念却允含在阿古斯丁的传统当中 为了保护他所给予的 也为了应得他所应许的 上帝在人的灵魂当中加入了服从的命令 而这种自然的理性在创造的时候 就已经放在了人里面 通过这种理性 人能够分辨善恶 通过遵守这个命令呢 人不会失去他所得的 并且会得到所应许的 这样他就可以通过公祭来得到他的奖赏 一直到16世纪 16世纪改革中 就改教家 他们关于上帝与亚当之约的这个教义呢 就逐渐从奥古斯丁的传统中 已经存在的思想种子 把它发展出来 加尔文和博萨他认为说 上帝在整个救赎历史当中的约 在实质上是一体的 但是他们仍然写了一个律法之约 一个律法的约 来承诺为完美的顺从来提供永生 加尔文他拒绝中世纪的概念 也就是把上帝的约 上帝的契约使善行成为公祭 而是肯定行为的回报 取决于律法的免费承诺 事实上加尔文他说 赐给亚当的生命树就像赐给挪亚的彩虹一样 是上帝的圣礼和印记 尽管这个加尔文和博萨 他们并没有把这种安排 把它看作是一个约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 其实约的这样的概念 在日内瓦的神学当中 它是存在的 然后下一个就是Zacharias Usinus 就是写这个 这个海德宝要里问答的这个作者 他可能是第一个使用上帝与亚当之间 存在着这个创世之约或者自然之约 这样子的语言的改革中生学家 Usinus的同事呢 叫做这个卡斯帕奥莱维诺斯 他也写到了这种约 称它为是创世之约 自然之约 第一约或者创世之法这样的概念 在英国最早使用行为之约 这个短语的是 其实是英国的改革派的生学家 杜德利·芬娜 他可能是第一个在1585年 用拉丁语的形式使用这个词的神学家 他把它跟恩典的应许之约进行了对比 罗伯特·罗克洛呢 他在1596年的时候 他就说 上帝跟人的盟约是双重的 也就是说有一个行为之约 以及有一个恩典之约 行为之约承诺在做好事的条件下 获得了永久的生命 这个条件呢 他并不意昧着人的善行是有功劳的 因为人他欠上帝的善行 是为了感谢创造的恩赐 也是为了要荣耀他的创造者 亚当的罪使他从 使从他那里接下来的这些后代的这些种族 都陷入了罪跟死亡 这个是因为我们 作为我们第一个父 我们的这个列祖的这个亚当 他的自然的关系 也是因为上帝赋予他作为我们盟约代表的这个角色 经教徒威廉·佩金斯 他也教导行为之约 上帝以完全的顺从作为条件 用道德律法来表达 佩金斯他说 行为之约阐迦述了上帝的正义 并且把他没有联名 并且把他与亚当的原始状态 把他联系起来 律法是通过创造而存在于自然界的 上帝要求人在伊甸园里面顺从 并且通过禁止人吃三个树上的果子 来检验这种顺从 因此如果人坚持顺从的话 那他将享受永生 但是如果他违背了 他将遭受暂时和永远的死亡 因此上帝跟亚当的盟约 是从奥古斯丁明确的教义 然后一直到伦巴蒂 加尔文伯萨他们隐含的 肯定了这个教义 一直到其他的16世纪改革中的 神学家 Zacharias,Ossinos,Perkins 他们越来越复杂 并且去肯定了这个教义 所以你不能够讲说 约他是在西民的这些神学家里面 才把他发展出来的 改革中的神学家他认识到 约在系统神学当中 有一个很重要的中心地位 改革中的神学家 他倾向于把约定义为 同意的各方之间的相互协议 因此他们常常把约 当作法律合同来讨论 在合同当中 双方将签署共同三帝的规定 因为三帝他以主权的方式 把约强加于人 一些神学家他就认为说 这个上帝跟人之间的交易 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讲的这样的契约 而是一种单方面的承诺 一种单边的 所以改革中神学 他在双面契约 就是两个契约当中 他承认的自愿同意的因素 虽然不是上帝立约的必要条件 但是确实向我们展示了 人类对上帝的约的必要反应 因为同意是人的敬畏和感激的责任 也是人能够要求得到约的承诺的唯一手段 我们不能够认为人的同意 是约束他对上帝的约义务的必要条件 因为主的约是他的主权禁令和命令 因为上帝他以主权的方式 发起了他的所有的约 所以他们在本质上都是单一的 但是上帝的约创造了相互性 以及责任的这样子的关系 所以尽管创世纪他没有明确 讲上帝跟亚当有一个约 但是这个文本它包含了 跟亚当有约的这样隐含的启示 违背上帝的禁令将要面对的就是死亡的威胁 这种在逻辑上 意昧着遵守他的法律 也将获得生命的这种承诺 这就是整个圣经所看到的 你顺从你就活 你不顺从你就死 生命术它是对这个承诺的明显的确认 而这个分别上个数呢 它则是另外一个 这个反对的威胁的标志 就好像彩虹 是挪亚它立约的标志一样 和西亚书六章七节当中 也正式了创世纪第二章 它这一个的解释 它讲他们像亚当一样背弃了约 保罗的教导也表明了 跟亚当的这种的行为制约 保罗他把行为的律法和信心的律法 作为两种不同的诚意方式来进行对比 保罗他说 诫命是为生命所定的 因此他一定是在人类无罪的状况下被给予的 子女不会因为父母的罪而有罪 但是亚当的罪呢 却给人类带来了这样子的后果 则意昧着上帝他对亚当做了某种特殊的 这样子的安排 律法法律的安排 保罗在亚当和基督之间的平行关系 也意昧着与前者立约 就像我们在后者中通过立约得救一样 在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一到三十一节当中 保罗他谈到两约 明确的把通过合法行为称义的应许 也称作是约 保罗他没有把摩西之约简化为行为的律法 因为摩西也写了福音 据约当中的圣徒也希望能够得到基督的应许 保罗他所写的呢 他所写的约是一个要求完全顺服的这种律法 并且有咒诅的威胁 保罗把死亡的奇因归于第一个亚当 把生命归于最后一个亚当 当我们把保罗对两个约的对比 以及他对亚当的死亡和基督的生命的对比 联系起来的时候 我们看到保罗他很明显 他所想到的这个约呢 是上帝与亚当所立的律法之约 我们也把这个工作之约呢 跟亚当之间的约 有时候我们把它称作为创造之约 自然之约 有的人称之为是生命之约 行为之约等等 那适用于这个约的各种名称 他就提醒我们不要在具体的术语上 去搞一种教条主义 根据改革中的正统教义呢 我们可以对历史上所定立的第一个约 上帝跟亚当所立的这个约 做出一个总结 就是上帝他自由地 与作为他所有后裔的代表 也就是亚当跟他立约 然后当中呢 上帝就威胁说 如果不顺从就会死亡 但是如果完全顺从就会得到永生 而他是用生命术和分别三个术 来作为一个明显的标记的 所以我们从当中 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约 上帝他把对人的顺从要求具体化为 吃云中果子 云中树上的果子的法律 神学家称这个是一个积极的 象征的神圣的法律 它是积极的 因为它不是立即从神性道德完美中 或者按照神的形象 制造出的人性当中产生的 而只是从神的意志当中产生的 它是神圣的 因为这些术是作为盟约的表制 像亚当表证 应许的生命和威胁的死亡都是确定的 律法之约呢 就是工作之约 它把人放在这个完全和永久的顺从要求底下 而这种顺从在动机上是完美的 在上帝律法的每一个部分上都是完美的 在人的存在的每一个部分上也是完美的 并且在上帝结束试验给他奖赏之前 他是永久的 这种顺从的考验并非不合理 因为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 他就是在这样子的完全的状态底下 完全善良的状态底下 他作为上帝的形象 他有完美的知识公义和圣洁 所以上帝让亚当去遵守这个顺服之约 而违反这一个约呢 将会构成对整个律法的违反 如果亚当违背了上帝的命令 他实际上就会放弃上帝作为他的最高目的和最高利益 而接受肉体的情欲 眼目的情欲 今生的骄傲 他们抛弃了他们的上帝 把自己和魔鬼当作了神 他们没有遵守上帝指定的条例 而通过这些条例呢 他们的顺从原本可以荣耀上帝的 但是他们却藐视了上帝 无视了上帝的话语 他们是自己去不断地进行一些 来抵挡上帝的工作 那在这个行为制约当中 作为人类的一方呢 我们做些什么呢 改革中的神学家他说 在工作制约当中 亚当就是他的后裔的代表 创世纪的文字他就告诉我们 亚当是人类的代表的头 是人类的代表 上帝说要生养众多 不是针对亚当一个人 而是针对整个种族 关于婚姻的法律 也不是针对亚当一个人 但基督说 这个是上帝给人类的法律 那对亚当威胁性的死亡呢 他是给所有的人带来要死亡 保罗把第一个亚当 跟最后一个亚当进行对比 来作为定罪或者称义的来源的教导 告诉我们 亚当他在法律上代表他的后裔 就好像基督代表他的子民一样 尽管亚当代表人类的方式 跟基督代表他子民的方式很相似 但是在行为制约当中 是没有恩典制约的中保的 因为行为制约是在神和人之间 直接定立的没有中保的必要 因为神已经按照他圣洁的形象造了人 因此人不需要为他的罪孽得到满足 也不需要在上帝的圣洁面前待导 尽管生命术是接受上帝的 生命的神圣标志 但还不是基督作为救赎恩典的中保的胜利 这就是工作职约和恩典职约的 一个很大的区别 两种约都要求同样的顺从来获得公益 但是工作职约呢 它是要求人通过上帝已经提供给他的上 来实现他的公益 而恩典制约是给罪人另外一个人的公益 工作职约的后果是什么 跟亚当的盟约包含了最完整意义上的 就是死亡的威胁 对亚当的死亡威胁 包括了与生命最管伐的这种分离 包括了灵魂与上帝的分离 我们身体和灵魂的死亡 罪人在地狱里面受罚的时候 跟上帝都这样子的分离 好像当上帝他对亚当夏娃来判处他们的刑罚的时候 包括了各种各样的痛苦 当保罗他讲到死亡是通过亚当进来的时候 他讲这个是罪的公价 罪的公价就是死 包括了灵性的死亡 上帝在亚当跟他的后代当中 是分阶段来执行这种死亡 灵性的死亡马上来到 苦难随后来到 而身体的死亡在上帝指定的时间 落到每一个人的身上 而永恒的死亡呢 最终就会临到这些所有没有重生的人 他对公益和生命的承诺 也不再能够给人类带来任何的希望 然而约的咒诅仍然存在于 所有没有靠基督的恩典与生和好的人身上 人没有能力去遵守律法 也不能够使他摆脱死亡这个判决 上帝并没有因为我们不能向他提供顺从 而失去了他的权利 工作制约也承诺了永生的奖赏 虽然创世纪二章十七节 他没有明确的这样子讲 但是他是隐含在里面的 首先对不顺从的死亡 意味着对顺从的生命的承诺 第二个生命术 生命术是生命无止境的神圣的标志 第三通过摩西所揭示的道德法则 是跟亚当的法则基本上是相同的 他承诺要对顺从的人来进行奖赏和生命 第四 不了解圣经的人通常相信 上帝会奖赏给良善的人 因为上帝是把这个原则印在人的心 第五 上帝让亚当在行为法则下接受考验 很难想象他不会奖励在考验下所做出的顺从 所以改革中的神学家们就一直认为 上帝承诺如果亚当听从神圣的命令 他将永远活在跟上帝的关系当中 这一点从不顺从的条件下的死亡威胁 还有上帝的解释中可以看出来 吃了生命术永远活着 然而上神学家争论的问题是 所应许的生命是指亚当转到天上的荣耀 还是指他继续留在一个完美 但是在地上的天堂当中 旧约中的道德律并不承诺三天堂 而是将这样做就能活下去 应用在这个地上的恩惠 当然一些神学家可能倾向于是天国荣耀的奖赏 但是他们也没有很坚持 一些神学家像加尔文等等 表示如果亚当坚持顺从的话 上帝会在某个时刻把他带到天国的荣耀当中 在新约的福音书当中呢 上帝的律法向那些完全遵守律法的人承诺 在上帝的国度里面获得永生 保罗他也指出 这个也是基督通过满足律法的要求而获得的永生 我们通过信仰来获得永生 那最后我们要谈的就是工作之约跟上帝的荣耀 上帝跟亚当的这个约呢 他是一种奇妙的方式 他向人展现了他的荣耀 他揭示了上帝的一般属性 他揭示了上帝他是怎样的屈尊 因为他与一个他拥有绝对主权的 他对他拥有绝对主权的这样受造物来进行立约 显示了他的恩典 因为他把人当作盟约的伙伴来对待 并且向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来提供生命承诺 他轻松的命令鼓励人 把上帝的绝对主权是看作是甜蜜而且文和的 约显示出了上帝的智慧 他对待他的创造物的方式 所以我们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 上帝的荣耀才是那个最终的目的 因为最后工作职约为上帝的恩典 在基督里的启示铺平了道路 也根据他永恒的目的 使人比亚当站得更高 一切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 当然工作职约 他也显示出了上帝的良善 上帝的人词 在自定约的时候 就好像上帝他从他荣耀的宝座上站起来 无限地俯下了他的绳子 来显示他的良善跟人 来进行这样子的利约 上帝在约当中的人词 我们也可以 从很多的例子当中来看到 比如讲像一个父亲 向他的儿子承诺 你在一个条件下 你可以得到一样东西 按照他父亲的命令 来管理一个 比如讲一个葡萄园 为了要表达他意图的严肃性 父亲就起草了法律文件 然而这个不是一个冷冰冰的商业行为 它是一个充满了爱的父亲的行为 因为儿子的所有的工具 所有的训练 都是这个父亲提供给他的 无论是否有承诺的回报 儿子都已经欠了他对父亲的顺从 然而父亲对儿子的善意 在附加这个丰富的应许时候 比比皆是 这个是对上帝在堕落之前 对他的儿子亚当的上 无限的上意的一个略略的这样子的比喻 所以我们在第一份盟约当中 我们就看到了包含了很多上帝的良善 卢瑟福他说 上帝从不喜欢定立任何盟约 甚至是工作的盟约 没有一些恩典的行为和结果 在伊甸园里面我们发现 律法是这个爱的密谈 此外呢 上帝在伊甸园里面给人的东西 或者为人的顺从所许诺的东西 都不是用功绩 用行为来得到的 因为上帝不能成为人的债务人 人欠上帝的一切 人的顺从永远不可能得到永生 而工作之约并不是对圣约神学的 律法主义的入侵 改革众生学家试图要阐明上帝与人 所建立持续的关系 和友谊的永始恩典意图的远久性 所以对于上帝在工作之约当中 所有的这样子丰富的人词 丰富的恩典 我们必须要记住 他并不是恩典之约 上帝他跟作为人类的代表亚当 立的这个工作之约 他的条件是完全的顺从 他没有关于怜悯或者宽恕的规定 而是说你这样子做 你就能够活 上帝跟耶稣基督和上帝在他里面的选民 定立了恩典之约 条件是基督作为他们的担保人 履行律法的所有要求 他应许了丰富的怜悯和完全的宽恕 并且说只信基督得救就能够活 尽管这两种约两个约都给了工作一个重要的地位 但是Samuel Rutherford他就提醒我们顺序是很重要的 律法之约的管理首先是习惯性的圣洁的工作 然后才是冠灭 但是恩典的之约呢 他首先是信仰还有对基督的称谓 我们的生命和荣耀的希望 然后才是习惯性的圣洁 在这里开始在以后得到完全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已经谈到了 这个历史升学系统升学 怎样看亚当之约 今天的课程 今天所要讲的是非常的硬 很不好吸收 在下个星期 我们就会结束掉 关于亚当之约的这样子的谈话 我们就要从实际应用来看 我们要怎样去应用和理解 这个亚当的工作之约 我们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你可以点赞分享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 也欢迎点击订阅 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